今天這事有意思 一個姑娘給我吐槽一下相信對象 說她太抠了 簡直就是這個抠門界天花板 聽完我都蒙蔽了 長話短說說重點 兩人是去年5月份經過朋友介紹認識的 因為男士挺帥 聊天也比較有感覺合得來 7月份就確認了關係 9月份就開始了同居 這故事就從這兒說起了 首先兩人經常為節約用水這時吵架 男士洗頭擔心浪費水 先是用盆洗 洗完的水把髒衣服再給洗一遍 然後再倒到桶裡再用來拖地 洗菜水也是倒到一個盆裡去攢著 等著用來刷鍋刷碗 姑娘就不願意 男士說咱也不是大戶人家 能省就省你 平常兩人也是為買菜這事吵架 一般都是男士買菜 他就挑那超市快下班的點去 因為快下班這菜很打折 一買就買一大堆 只有好多爛了點 她就把爛的給切了之後吃 還有水果也是超市打折處理的 買回來之後是切掉壞的一半吃好的那一半 這姑娘實在是忍不了了 說想吃點新鮮的 結果人姑娘出去買了兩斤好一些的蘋果 回來兩人就為此吵架 說這蘋果有特價的 帶乾巴還能便宜不少 吃都一樣 閒著姑娘浪費錢 另外家裡用的衛生紙都是從公司衛生間裡拿回來的 每天就拿一兩卷 這家裡床底下塞的是滿滿當當上百卷 家裡的洗頭膏 牙刷 牙膏 拖鞋 毛巾等等 也都是男士出差帶回來的 幾乎就沒有自己買過 連送女友的衣服和包都是閒於二手買賣市場上淘來的 平均也不到五十塊錢 兩人為此吵過很多假也鬧過分手 每次這男士又哄又勸 兩人又和好了 這還有一次 姑娘的爽服水用完了 想去網上買 被男友知道了 說那些化妝品都是暴利 成本都是幾毛幾塊的 效果都是糊弄人的 別被騙了 於是人男士親自去網上買材料花了六塊錢 按照教程給姑娘做了一大盆的爽服水 姑娘很是尷尬 又忍了這事 平常這兩人出門吃飯一直都是A的 這男士是自帶衛生紙 因為有的飯店那紙機是兩塊錢一盒 他是花錢的 前天晚上兩人出門吃飯 這個男士忘帶紙了 好傢伙 吃滿飯他不擦嘴了 用免費的茶水給涮了涮 這姑娘不行 非要打開那包紙機 就因為這個事情 兩人吵了兩天 最後分了手 這姑娘說最生氣的就是 分手的時候 男士說她是拜金女 說就想找個有錢的 她說自己和男士生活了五個月 這個男士給她花了不到五百 自己花了快一萬了 她越想越憋屈的問我呀 男友這麼摳 提了分手難道錯了嗎 聽完之後我就想想我那些 每月花費幾千上萬 還找不到女朋友的男粉絲們 情何以堪呢 這不是脫脫扎人心嗎 好多人也問過我這個問題 男友很摳怎麼辦 今天就同意給大家說一下 摳門的男人分兩種 一種是極度摳門的 這類男人無論是戀愛或者結婚與否 金錢方面都是要跟你計較的 在他的心裡你就是一個外人 永遠以防著你的姿態和你相處 就怕擔心你佔他一丁點的便宜 總是防著女友 防著妻子 把錢財轉移到娘家去 這類男人往往是成不了大事的 由於對人事務缺乏一種信任 所以格局也相對於比較狹隘 道路自視不寬 那另外一種男人是屬於 在戀愛期間表現的比較抠 但是在婚後呢 卻會把錢財通通交給妻子管理 這類男人不能說扣門 只能說他們是瞭解賺錢的艱辛 只想把錢花在刀日上 他們不會亂花錢也不會那麼浪漫 可能不會給你買花 但是更願意買一些實用的物品 來送給女友 類似於生活用品等等 他們雖然說不夠浪漫 不夠大方 但是比較有擔當 不會讓你婚後為錢擔憂 也許賺的不多 也不屬於有錢人 但是他們會給足你安全感 給你依靠 一輩子對你不離不棄 那這類男人直男居多 總之就是人無完人 世人都會有缺點 凡是多一些寬容 想讓自己舒服 先讓他人舒服 有捨才有得 計較的少 收穫的才會多 格局越大 道路就越寬 說得好 說個兩人相親變成九人團結的事兒 嘿嘿 想想都特別有意思啊 有一位這個男士啊 是83年的 本科是工程師啊 相親快十年了 哎呀 比我進這行都早啊 那這十年呢 一直都是在相親啊 我們倆常在這行混呢 就比較熟悉了 我有個女客戶啊 是87年的 小學老師相親三四年了 一直都沒有脫單呢 這見了也不下二三十位了 總說沒要求啊 那實際啊都是各種挑 我當時就覺得 他倆條件還是滿滿配的啊 就給他們撮合看看 哎呀 這一撮合那可出事了呀 那是一波三折啊 兩人現在看了資料啊 互相都比較滿意 就約好了見面 見面那天呢 男士先到 姑娘是後到的 剛見面啊 這男士啊 就有點失望啊 現實完全不是他的理想類型 又想著呀 乾脆相處看看吧 這外衣留會何時呢 於是呢 他就主動招呼這個姑娘坐下 問他吃點什麼 人家呢 也是毫不客氣啊 拿過菜單呢 就點了六個菜 當時男士 都特別不滿意這個行為啊 就直接問 兩人點這麼多菜 能吃完嗎 人姑娘聽了也有些不滿呀 我來吃飯是吃的是感覺 想吃什麼就得吃什麼 我又不是非要吃飽吃完的 男士一看 姑娘有點生氣啊 就趕緊解釋說呀 這不是怕吃不完浪費嗎 打包啊還得麻煩 聽到這呢 這姑娘也不太搭理男士了 就低頭玩手機啊 氣氛一時有點尷尬 不一會兒菜上來了 男士呢就主動開始找話題聊天 一開始聊的還可以 這個後面就無意之間 就聊到了這個 這麼大的年齡啊 為什麼沒有結婚這個事兒 女方就生氣了 順帶著有一些老師的職業病啊 說話就比較嚴肅認真啊 說男士情商低不會說話呀 這問題明顯就是帶有歧視的 對年輕姑娘怎麼不說 那就是嫌自己年齡大唄 最後總結了一下自己和男士啊 根本處不來 男士這時啊脾氣也很 也上來了就很憋屈啊 心裡想著 你處不來吃我的飯 我還受你氣了 於是呀 就跟這姑娘抬起告 提出既然兩人意見這麼不合 那這頓飯就AA吧 這姑娘聽完呢 也爽快答應了啊 但是這話裡話外呀 含沙攝影的呀 說自己相了這麼多年的妻呀 第一次碰到主動要飯前的 男士想著呀 反正啊菜都上來了 不吃白不吃 我管你的 埋頭就吃啊 也沒怎麼搭理這個姑娘 哎呀不一會啊 這姑娘的閨蜜來了 說是偶遇 這姑娘呢 趕緊就招呼服務員呀 再拿一雙筷子來 男士看到這兒啊 她是怎麼也不相信 怎麼會有這麼巧的偶遇呢 明明就是聽說要AA了 把人喊來來蹭飯的 她不好意思直接撵走 但是又氣不過呀 被人這麼占便宜 於是呀 就偷偷發消息啊 給附近的兄弟啊 讓他們火速啊 來倆人吃飯 然後呢 就招呼服務員過來 說再加四個菜 這姑娘一看呢 你瘋了嗎 要這麼多菜 那她就說呀 哎呀你閨蜜來了 就得好好招呼 那吃的就是感覺呀 你也別擔心錢 咱倆說好了AE 不一會兒啊 這菜上來啊 沒到五分鐘啊 兄弟倆來了 打招呼說 哎呀這麼巧啊 一起吃個飯吧 好了啊 這兩人呢 變成五人 把這姑娘給氣得呀 開始按定就勁啊 故意拖住 男士啊 悄悄的又喊來兩個朋友 哎這個時候 女方是四個人 男士啊 是三個人 一共變成七個人了 倒是把服務員 給樂呵的啊 趕緊給他們換到 十二人的大桌上去了 男士啊 越想越氣啊 覺得對方的親人太甚 想著 反正也是這麼多人了 飯錢我就跟你告上了 原來她又叫服務員 加了四個菜啊 又喊來兩個朋友 這樣一圈下來 一共啊九個人 點了十四個菜 這姑娘一看呢 是氣不大一出來 想著 算了吃完就走 不過最後啊 好在因為人比較多忙 大家也沒有像打仗一樣 而是一起聊天說話 也挺開心的 全脑俱擦了 反正苦了 這對相親男女啊 一頓飯下來花了一千八百多 回來呢 相親男女這兩人啊 是輪番給我打電話 告狀啊 說對方的不是 哎呀 林子大了 這什麼鳥都有啊 特別想講一個現實問題啊 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 不想結婚了 今天啊 我就長話短說 我家王八和刺猬 都嫌我是裸裏把縮的啊 太老婆嘴了 上午呢 有一位男士家長 來找對象 是個媽媽啊 他兒子32歲 未婚在國企工作 年薪在八萬左右 那家長呢 是特別著急啊 說什麼條件都可以 我們家也不挑啊 離一帶孩子 我們也接受 接著呢 他就開始哭呀 哎呦 他這一哭呀 我那心都慌啊 他說兒子不想結婚了 一個人過挺好 這輩子也不打算結了 他特別著急 問我該怎麼辦 哎呀 你問我這治病得先治根啊 拿男人來說啊 給資本家們 打工累了一個週 回家躺床上 玩遊戲看電視 一覺睡到大中午 喊上哥們 那啤酒嘎啦 擄個串 回家襪子一拖鞋一扔啊 想怎樣就怎樣 好了 相親認識一個女朋友啊 那付出是 人力財力去哄她 絞尽腦汁的 去跟她聊天說話 情商不夠啊 智商也費勁 好不容易挨到結婚了 車房彩禮 婚後生活開銷 以及未來家庭孩子等等 各種問題 褲兜比臉都乾淨 存款還不夠還貸的 對方彩禮張口十萬二十萬 人家要個保障啊 你看完了 最後兩人分手 與其說不想結婚啊 不如說是想而不能 結婚所需要的負擔壓力太大了呀 大到讓人一眼望去啊 就自覺無力承受的地步 怎麼辦 那等著國家分房分車分對象嘛 既然沒有什麼好的辦法 那就拖著蒙著眼睛啊 裝瞎子 我啥也看不見 除非天降馬雲於我面前啊 告訴我磕一個頭給我一萬塊錢 那尚不封頂 那行了 我就可以發家致富了 不想結婚啊 無非就是自己騙自己的理由 男人女人都這樣 大家因為各種原因自我欺騙 最大化的拖延時間 活在當下嘛 快樂一天是一天 對吧 寧可窩在被窩裡 吻著腳臭味 看我說段子 也不帶出門相親的 說白了 男人呢 不想戀愛結婚啊 多半是因為害怕女人 要車要房要票子 再沒事要個情緒價值 要哄要賠的 女人不想戀愛結婚呢 多半是因為害怕 男人賺不到錢 沒有上金心 還把老娘當保母用 有些人很聰明 會拿婚姻啊 當砝碼去換取財富和地位 在學歷貶值財富分化的今天啊 父母的干預 再加上這整個大環境都不太友好 確實可以讓婚姻啊 變成看起來極為昂貴的生意 對於男人而言呢 這樁生意的代價太大了 在沒有家庭支撐的情況下 很難達成 於是就覺得這生意不划算 老子不干了 對於女人而言呢 排除掉少部分的現實主義者 相當一部分女人追求的生活價值 是無法在婚姻當中實現的 不是不想結婚 而是所追求的高品質婚姻啊 所需要滿足的條件太多了 欲望太多得到太少 所以越來越多的不婚的人 認為低質量的婚姻不如高質量的單身 你要問我到底需不需要結婚啊 我記得張二玲說過 結婚是為了維持生計 人生的每一步都是不能少的 結婚可能有遺憾 但是不結婚絕對有遺憾 說得好 我實在太崇拜你了